按钮的话 触发的点在这边的话 可能特别注意 触发的事件要变更 也就是在那个 VPA里面也具备有那种哪一个 地方被触发的这种 相关的设定在哪边 特别说一请你切到Videobasic 二的话请各位找到 我们这个专案是这个名称 那里面的话请各位找一下就是 这个工作 表的名称 工作表名称的话在我叫SHITS1 所以在这个专案底下会有什么 一个SHITS 一个工作 工作表1的名称 所以你会发现他图示长这样子 请你在这边 点两下 程式基本上就写在这里 点开来之后就他 他就是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指的是目前这个工作表 目前这个工作表所以特别说一 他有点像被触发的 物件 所以你特别的一般请你点一下找到他 这个工作表 就是指的是他 这个工作表如果被怎么样 特别说 这个后面是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是被触发 的 方法 特别注意 被触发的方法 请特别注意 请你把它改成CHANGE 意思就是说 当 这个工作表 有被改变的话 OK 所以记得里面还有很多 一堆什么 before delet 在删除之前 有没有 Activate就是被启动起来的时候 或者什么 在 before like 其实这都不是 其中就是那个 CHANGE 当他里面有某一个 储存格被改变 的时候 OK 特别说 所以他的头跟尾你要找一下 所以他也是SUB 意思就是说 当这个 物件什么物件 这个工作表被改变的时候 他会产生一个SUB 就是一个程序 程序就是做什么 有没有 OK 然后 他后面有个刮弧 就是用什么 byValue 就是用 Value的词 用这个target target就是 被改变的那个 储存格 target就是那个目标 被改变的那个 SRANGE 他会透过这个target 告诉你说哪一个 储存格改变的 所以我们底下可以做个判断 什么判断 按一个TAB if 如果什么呢 这个target target的物件 他会用这个target的物件 告诉你 点什么 哪一个 哪一个储存格改变 那基本上我们主要 只有一个 储存格改变 我们 才会做以下的动作 其他都不做 所以 哪一个 address 所以你找到 add 这个address 如果address 他的那个 他的位置 是哪一个呢 是这个位置 h2 特别说 不过address 后面的话 请你一定要加 绝对的 前的符号h 前的符号h2 这样他才会认得 then enter两下 打一个endf 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工作表里面的h2有改变的话 我才做 对应的事情 反之呢 我什么事都不做 因为他就跳过了 除了是h2 那如果是h2 我要做什么 就是做那个 刚刚那一个 就这个 班级 其实当然你可以把这个程式整个call过去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直接用call的方 call 呼叫他就好了 所以这边 你就打一个call 我不call过来 但是我要呼叫他 呼叫的话就是call 后面加一个那个sub的名称就可以 call 班级 这样就OK了 也就是说当变更的 特别说当这个工作表被变更的只有h2 才会去呼叫 那如果不是h2 那就都没有事情发生 OK所以比如说我这边change change假如说我在这边change是打个4 表示有change的嘛 可是其实他也不会有任何的 变动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是change这边的话 他会什么 判断h2 OK然后他会做 把那个 动作 底下变更 他会call什么 call班级 也就是把班级那个动作 又在呼叫 所以这时候其实就OK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程式不多 但是不要找错地方 一 找这个 工作表的物件 他当他被change的时候 二 把程式写在这里 Target address 等于 绝对的 一个钱的符号 这个 可能要注意一下 其他地方应该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今天的话 我们大概就先讲到那个 简式与参照里面 因为延伸刚好乐透彩有讲到 这一个直接 这个回圈逻辑判断 然后呢把资料 找到的资料 call过去 刚好 跟刚刚那个 立体还蛮像的 所以我们就 干脆就直接拿来用 刚好 两边是很match的 最后有讲了多一个就是事件驱动 当那个工作表 里面的H2 有改变的话 那就call 班级 这样就OK 以后的话 你也不用去按按钮 直接就是他的变动 就是呼叫 OK 而且只有H2 其他 他出唇歌 不会有任何动作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回去 再多多练习 下一次的话 剩最后一次上课 所以如果我们理论上都是讲那个简式与参照里面的范例 但如果说你们有类似相关的范例 那也欢迎可以提出来 OK 所以剩最后一次了 然后 如果相关的sampleH 你可以 记 部分的 你不要记太多 记那个 差不多的吧 那也许我们可以 上课就也许可以带一下 像今天讲的那个 也是同学问的 那我就 顺便带一下 OK 剩下最后一次了 所以请各位就是 回去还是多多练习 像这种课程说真的 八次上课 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学会 除非你本来就有底子 或者你本来就很 很有 天分 不然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后天的努力吧 OK 所以回去的话 请各位多练习 今天先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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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